大家好 我是曾麗媛 歡迎收看金州最前線三立搶先看 台灣人愛買保險是全世界排行榜上有名 我們來看看金管會提供的數據 有台灣的保險滲透度排名全球第三 也就是保費收入占GDP的比例 甚至曾經在2019年登上世界第一 不管是錢太多啦 還是希望提升風險的承擔能力 保險的爭議在於風險管理 希望透過管控可以保障被保人 或受益人基本的生活保障 不過最近的一紙公文 卻因此導致被迫解約 讓人連病都生不起 你的保單變成不是你的 也因此導致法院的相關糾紛新案暴增 那碰到這樣的問題 現在已經變成了台灣司法體系 造成嚴重的影響 所以保護又該如何自救呢 首先就從一紙裁定來看 為什麼讓各地方法院的事務官 因此被新案件給搞垮 這要從2022年12月最高法院大法庭 第897號裁定說起 那主要是這份裁定 認為薄受險的保單 可以作為強制執行標的 因此有大量申請保單強制執行 這就讓很多的法院成為重災區 新案收件量是爆炸性的成長 我們來看到以臺北地院為例 這二零二年前 強制執行件數 大約落在十五萬件多 但是二零二年開始 裁定保單可以強制執行 當年就暴增到了十八萬多件 甚至二零二三年再創新高 當時已經突破了二四萬多件 那麼其中一般以上的新案都跟保單 強制執行有關 如此一來到底會造成什麼樣的系統性的風暴 我們就來請問金周刊主編黃偉軒 在這份的新裁定生效之後 為什麼保險業跟法務部門成為重災區 那兩者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對一般的有債務保護 會有哪些風險要承擔呢 是那首先是這個裁定通過之後 他首先當然第一個直接是影響到這個法院部分 就是法院其實這個在受理這個債權人申請的這個保單強制 對這個債務人的保單強制執行 其實就整個忙得不可開交 特別是這個台北地震是個重災區 那對於這個受險公司 這個保險公司的部分 也主要是說因為這個債權人 他這個向這個法院申請這個 對這個債務人的保單強制執行的時候 因為這個法院他不清楚這個債務人這個保單狀況 所以他一定要先跟這個受險公司 通常第一步都是先透過受險公會 他先跟透過這個受險公會這邊 就是打個調閱這個債務人這個保單狀況 所以我們這次也這個也看到 就是我們反而這個寫這個保險公司 還有受險公會他們都談到過去這一年 這個相關的這種申請這個債務人這種調閱的這種保單的 這種就是甚至案件這個非常非常的多 就是以受險公會這邊跟我們這個給我們 我們出去說大概去年的話 就是查詢這個債務人這種相關這種保單的部分 大概就有8萬人死了 對那是相較於過去是這個大幅度算是暴增的一個狀況 對那就是一方面就是說法院這邊忙不過來 那這個這個受險 這個保險公司跟這個受險公會 包括保險公司一線業務員都說 他們就是現在都要去學會怎麼看這個 將日之星的公文才能夠去這個等於說 幫助這個他們的這個客戶這樣子 對那對於一般這個債務人來說的話 一旦他這個保單如果被申請強行執行 因為我們知道說保險的話 過去其實大普遍認知 就是他一個社會保障的一個功能 那就是很多的這個債務人 就是現在面臨的問題就是說 可能很多的這個債務人 如果他這個年紀很大了 比如說已經超過六十五歲七十歲 那他如果這個一旦 他如果被這個債權人申請強行執行 保單強行執行成功了 那他保單被解掉了 那他可能就沒有辦法再投保 其實我們來看看這幾個案例 都是因為欠債 像是案例一包括這個兩張保單 傷害險跟失能險兩張合計 只有五萬多 卻在發揮功效急救之前遭到了扣押 案例二就連沒有這個保駕精的癌症險 其實也被扣押 最後看到案例三 其實僅存的兩張受險單被扣押 但是年紀已經大了 沒有辦法再投保 導致他原本這個個案 他的風險控管規劃 就全部被打亂 因此我們再請教主編 透過學者律師的交戰 對保護而言 有哪四周可以守護自己的保單呢 是大概有四個方式 第一個是說 因為現在事務上有很多人 很多這個人的保單 他的這個藥保人 跟他的一個受益人或被保險人 其實不是同一人 因為很多人買保險 其實事務上很多人買保險 可能是為了 不單單只是為了 可能為保障自己 可能一些意外或是事故等等 他其實可能是為了 比如說他的小孩 所以他的受益人 可能是他的小孩 或者說他的父母這樣子 那現在這樣保單 強行執行的情況下 大概會造成說他是以藥保人 他終止了這張 因為藥保人 債務人是藥保人 他終止這張保單 但可能影響到大家的影響的 可能是他的家人 那針對這種情況 其實就有不少這個學者 還有這個法界 總律師等等的 是建議說 那就是說避免這種情況出現的話 就盡量未來在購買保單的時候 盡量把藥保人 跟這個被保險人 設定成同一人 如果你想幫你的家人買保單的話 你一樣是可以透過這個 你出保費的方式 就是保費實際上有您支付 但是藥保人可以不掛你的名字 這樣可以避免這個保單未來被截掉 因為債務人被解約的一個情況 那另外的話是說 因為現在一旦法院發保單的強行執行 他會先經過扣押的一個 出入先經過扣押 那在這個扣押之後 其實保護債務人 是可以透過聲明意義的方式 透過聲明意義的方式 這邊就有不少的法界律師 就是主張說 其實就是可以盡量的讓這個 你的 就是讓主張這張保單 是維持你的一個基本生活 是一個很重要的 謝謝主編 那麼以上就是本週的荊州催前線 三立搶先看 我們再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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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